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周一,美股早盘标普500,别7%又出发熔断 这是这两周来第三次出发熔断 也可以说见证美股的历史 它那我个人的理解吧 上周四连夜我发的视频 我当时希望有圆的人,有圆的朋友看到我这个视频 抓紧出货,不要抱有一丝幻想 只要拉升就出货 周五呢,川普发表全国性讲话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这个讲话 他这个讲话,他就是个讲话 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给大家带来信心 因为做来不及了 因为你现在做什么都要有一段时间才会有结果 但是没有讲话,很快的让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给大家,给投资者,给所有人一个信心 所以这个讲话呢,他的确能拉升骨子 但是绝对不持久,不要抱有幻想 一开盘,出发熔断 比盘中出发熔断更加严重 早盘出发熔断意味着投资者不再相信这个时差了 我知道我这个小频道看的人比较少 我还是希望有缘的朋友呢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呢 果断的抛售,实际上就是果断离场 五话说的好啊 留的青山寨,不怕没柴烧 送给大家,拜拜